走吧 去三界城 有了无限制造元气大道福的能力 聂云再无所谓了 他看向古庸 有这种能力了 那就等于拥有无穷无尽的财富啊 刚好去三界城看看 对三界战场也能多了解一些 虽然现在的实力已经达到 邪悦至尊欲巅峰了 也要小心一点 三界战场不同其他地方 主宰强者都会出现 如果要不小心 被这种人给盯上了 麻烦可不小 好 古庸指明方向 破神州笔直飞着过去 我一会儿就看到了一个小世界 悬挂在三界战场的外面 这个小世界和一个普通的城市差不多 入口处极其狭窄 破神州无法进入 聂云等人弃船飞行 想入三界城 需要交大入城费 刚到门口有人挡住入口处了 面容冷淡 入城费 多少啊 聂云问了 美人一枚中极元气大道符 守门的人说了 中极元气大道符 好贵呀 聂云都折舍了 中极元气大道符 是2900条大道 宗主级别强者 耗费数百年才能炼制的东西 进城 这就一枚 简直了 这和抢劫无异啊 难怪这么多人 宁愿守在外面也不进来 单单这个入城费 就要下退一大批人 给 虽然觉得贵 但是聂云并不在意 随手就扔出树枚元气大道符 带着宙人就走了进去 守门的人畏畏错额了 正常情况之下 能够随意进入的 至少是半步驻载强者 你一个少年带着一群宗主巅峰进来 还真够有钱的 三界城非常热闹 人流如苏呀 一部分是前来三界战场的强者 另外一部分 就是三界城土著人士 前来三界战场的强者 最弱的那都是宗主级别 半步主宰境随处可见 这种级别的强者 在其他地方的是一言九鼎 说一不二 在这儿就跟普通人一样 不敢过分造词 至于三界城的土著人士 实力却都不这么强 一般的情况下 都在两千八百条大道到宗主之间 这个三界城归谁管呢 四处看了一圈 脸云感觉到奇怪 既然有这个三界城 那么这些资金必然有流动的终点 都到了谁那儿呢 又是谁敢直接要入城费呢 半步主宰强者都只能乖乖的奉送呢 我也不知道 不过好像是封王强者定下来的规矩 收的资金 用来维持三界战场的运转 古庸想了一下说了 维持三界战场运转 三界战场并非独立世界 可以吸收混沌力量 维持天道平衡 这里只是一个普通的战场 想要维持必须有足够的能量 每一枚元气大道服 都相当于超级强者的全部实力 少了没什么 一旦多了 维持三界战场运转并不困难 这样说起来 倒是能说得通 听说这个三界城的城主 是三大封王强者亲自任命的 是一位主宰级别的强者 正因为有他的镇压 这里人虽然多 却没有人敢胡作非为 古庸接着说了 聂云一听点了点头 这点不用他说了 刚才一进来就已经发现了 他灵魂达到了主宰级别 对同级别的强者拥有特殊感应 再说了 这地方也只有主宰强者才能真假 否则一堆半部主宰强者 这要闹起来 实力不够 根本就抵抗不住 古庸几个人的修为都不高 聂云故意也隐藏了 其他人也看不出来 这一星人是缓缓向前 并不惹人注意 街道两侧做生意的不少 各种各样的宝物呢 是层出不穷 在这里巅峰混沌神兵 那只是最低的配置 当然 主宰神兵稀缺无比 即便这里也不可能有几件 但是江玉图这种级别的半部主宰神兵 倒也有出售 只不过数量不多罢了 而且每一饼都是天价 聂云看了一会儿 并未出手购买 拥有主宰神兵 这种级别的兵器用处已经不大 如果大肆购买 肯定会引起很多人注意 现在最好还是低调点 各位客官 要不要来店内居住啊 我们有最安全的住所 还有大道夫雕 长期观看 能帮助领悟大道 对实力晋级有很大效果 居住一天 只需要一枚上匹元气大道夫 非常便宜 周人走了一阵 一个小私营的上来 满脸堆笑 聂云抬头一看 只见不远处一个巨大的酒楼处理 上面写着三个大字 天一阁 进去看看 反正手头元气大道夫无数 聂云也不在乎 笑了一声 就向里面走去 一进入天一阁的大门 顿时感到一股浓厚的灵气 那是扑了过来 让人呢 心神清爽 果然是好地方 聂云赞叹一声 随手扔出几枚上品元气大道夫 转头对小私说了 带我们去看大道夫雕吧 好嘞 看到眼前这人如此大方 小私兴奋的眼睛都眯了起来 连忙跳了起来 前方带路 大道夫雕那是主宰强者 凭借对三千大道领悟刻画出来 蕴含大道意义的雕塑 对销炼者有了极大的帮助作用 还没来到跟前呢 就看到空旷的院子里堆满的人 每个都是半部主宰实力 一个个集中精神 观看正前方的浮雕 这眼睛眨都不眨 尽管院子里人数不少 却没有丝毫生意 每个人都坐在属于自己独特的位置 领悟对自己有用的大道 咱们就在这儿吧 向前看了一下 发现前面已经堆满了 没有什么空余的位置 便让小司取了几个谱团过来 在人群后面 盘袭坐了下来 浮雕不知是用什么矿石雕刻而成的 上面呢 都是密密麻麻 掀起的纹路 这些纹路汇聚起来 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三千大道 这些大道是首尾相连 和主宰福音有些相似 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圆环 给人一种别样的美感 只要看上一眼 不管你是谁 都会立刻觉得 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图画 任何画面都赶不上 难怪能有这么多人沉浸其中 大道的魅力 对修炼者来说 简直是无穷无尽 聂云虽然没有三千大道礼物圆满 但是拥有三千丹田 对于这些道文 他并不陌生 看了一会儿再无兴趣了 转头看向古佣几个人 只见他们已经完全沉迷其中了 仿佛连自己是谁都给忘了 宗主 这是一些高级元气大道福 你拿着用来观看浮雕 我随便出去转转 精神形成波纹 刺入了古佣的脑海 将他从沉醉中清醒过来 手掌一招 逼过去 数十枚元气大道福 没有这些东西 别人不可能给你观看这浮雕啊 但是给多了 又怕别人寄予啊 数十枚正好能坚持到三界战场开启 一旦战场要开启了 就算他们不走 天一阁 也会把他们赶出去 交代完了 聂云向外走了出去 天一阁是三界城最大的住所 其中不乏高手居住 随便看了一眼 聂云就看到足足三位 半部主宰大三重强者 这些强者 平时都隐识不出啊 努力寻找突破奇迹 现在听到三界战场开启的 全都冒出来了 这位客官 你不想看浮雕 应该是想参加三界交流会吧 不如我带你过去 刚才带路的这个小丝 一看聂云不去看 大道浮雕了 反而走出来 一脸笑意走了过来 他是做生意的 根据啊 这些过客 他多少能来点抽成 三界交流会 对呀 三界城组织的交流会 由三界诸多强者组成 实力最弱的都是半部主宰 中三重强者 各自取出宝物进行交换 或许里面就有你想要的东西呢 小资连忙说了 还有这种盛会 嗯 不错 带我去看看 你也云眼睛亮了 刚才来的路上 看了一圈 并没有发现让他心动的宝物 或者是东西 这种级别的交流会很明显 高于外面的路边摊呢 或许就能逃到一些有用的宝贝 不说其他 如果能购买一些练化的小世界什么的 融入纳物世界 而必然能让他的实力 是再次提升啊 融入的小世界越多 纳物世界越宽阔 空间越稳固 他的实力也就随之越强大 现在他手头上元气大道服 数不胜数 差的就是这种积累的底蕴 哎 请这边走 不过这个交流会 需要实力达到半部主宰 中三重境界 不知大人 小四目光中带着询问之一 为了保证交流会的品级 能够参加的 首先要保证实力 眼前这个少年的实力 他看不透 只好后颜出口询问了 中三重 放心吧 面云也不再遮掩了 力量的是惊涛一样涌了出来 周围空间是一阵鸿鸣 感受到这股气息了 不光小四吓了一票 就连周围的众人也都精神凝动 半部主宰大三重强者 即便在这里 也是没人敢惹的对象 哎 请请请 再也不敢多问了 这小四连忙前面带路 快速向前走去 三界交流会所在的位置 并不远 距离这个天一阁 只有几百步的距离 一进门 是一个宽阔的殿堂 一排长长的桌椅 两侧都已经坐马的强者 莫取大人 这位大人听到三界交流会 想来参加 小四向前一步 来到一个中年人的面前 小心翼翼说了一句 一看此人的样子 应该在交流会 有着一定的地位 啊 中年人抬眼 看了聂云一眼 原本轻视的表情 随即变得凝重 呃 请进 聂云的实力毫无遮掩 凭借他的眼力 立刻看出不凡来了 哪敢遮拦呢 多谢 见省了 麻烦了 聂云抬脚走了进来 来到长桌跟前 找了个没人 的空余位置 就坐下来 这个桌子上的强者 几乎都是半步 主宰中三重的强者 像他这样的 大三重强者可不多 就那么几个 交流会看样子 还没有正式开始呢 不过私底下 已经有不少人 在暗中讨论了 各自拿出自己的宝物 并且寻找 想要得到的宝物 这位大人如何尝酷啊 不知想用什么宝物 钱来交换 我有一株 地莲花 和解百毒 有助于剧毒大道修炼 不知有没有兴趣 见他落座了 一个中年人走了过来 一脸笑眯眯的样子 地莲花 没兴趣 叶云摇头了 剧毒单天 早就达到第五形态了 你再厉害的剧毒 再好的解毒药 对他来说 没任何意义 没有兴趣不要紧 你有什么宝物啊 不妨拿出来看看 对我的东西没兴趣 可以找别的人交换 我帮你介绍 中年人又接着说了 看来这家伙真正目的 是想探查一下 聂云有什么好东西 我的宝物不少 但是我怕你 没有可以与之交换的东西呀 猜出来了对方的意图了 聂云没有生气的淡淡一笑 我交换不及 别人肯定能够交换 朋友 不知道底有什么宝贝 可以让我开开眼哪 中年人的眼睛都亮了 连称呼都从之前的大人 改成朋友了 这算不算宝贝呀 聂云手指一弹 一个拳头大小的石头 出现在面前 静静悬浮 混沌 王石 你 你要拿这东西交换 看清楚石头的样子 中年人吓了一跳 急忙吞了吞口水 眼珠子快要掉到地上 混沌王石牵扯到 风王强者的允诺 每一枚都珍贵无比 拿出来交换 这不太可能吧 当然 你有足够价值的东西吗 聂云淡淡一笑 对于他来说 并不需要 风王强者的承诺 能不见 风王强者的是最好的 所以混沌王石 出了灵魂级别的 对他有用 其他的 没什么用处 当初在 集天王龟甲里 得到了不少王石 其中灵魂类的 只占了一部分 他随手拿出的这个 正是当初 幻化 大致的 火属性的王石 这种王石 作用很巧 与其留着浪费 还不如交换足够的东西 这 你需要什么 只要我能找到他 必定在所不惜 中年人连忙说了 眼中充满果热 同时身体向前 挡住别人的视线 生怕眼前这好东西 再被其他人给抢走了呢 不用这么麻烦 我已经下了尽致 除了你 别人根本看不到 见到他的动作 聂云如何不知道 他这心中的小酸吧 轻轻一笑说了 刚才把这混沌王石 拿出来的时候 他已经用灵魂 把周围空间封锁了 除了眼前这个人 其他人根本看不到 否则早就造成轰动了 哪能让他如此轻松 坐在座位上 啊 别人看不到 周年人左右环顾 以周见 其他人果然没注意到这边 一个个都在各自交易 心中禁不住海南 你是主宰级别强者 难怪他这么想 混沌王石 普通半部主宰 大三重强者 拿在手中 连防止 气息外泄都难 你更别说 让其他人看不到了 让同样的好几位 大三重的强者 都看不到 不是主宰 经强者的手段 又是什么 嗯 我不是主宰级别强者 只是有办法 让混沌王石 气息不外泄罢了 聂云随意摆了摆手 随即眉毛一扬 我需要三级以上的大世界 谁出的大世界多 我就愿意把这个混沌王石 交换给谁 来的时候 聂云曾经详细问了古勇 知道小世界也分为当机 分别是一到九级 一级最强 九级最弱 天地六道这么小的世界 也就是所谓的九级世界 九天世界这么样的 最多能排上八级 大宣混沌域算得上去七级 至于邪悦至孙域这样的世界 已经超出了一级范畴 为王级世界 聂云的纳武世界 经过扩张 已经拥有了七级世界的标准 和大宣混沌域类似 想要继续突破 只能融合更高的级别的大世界 大世界 你要世界 周年人眨不着眼睛 一脸奇怪 混沌世界这个东西 在混沌海洋生存 最多用来炼制兵器 其他没有太大的用处 居然还有人要这个 说不出的奇怪 不错 如果你有三级左右的世界一百枚 或者有一枚一级世界 我直接可以将这枚混沌王石送你 聂云淡淡说了 别人就算得到混沌世界 也没太大用处 但它不一样 融合的混沌世界越多 越大 能力也就越强 更容易融合其他单天 三级世界一百枚 我真没有 周年人脸上满是纠结之色 他是半部主宰 中三重的境界强者 三级左右的世界 对他来说 变化非常容易 那这一口气拿出上百个 还是力有不歹 毕竟每个世界都蕴含无数生灵 讲其变化 那就等于毁灭天道 破坏了整个世界的秩序 虽然呢 对他们本身影响不大 但是做的太多了 也会影响天壳呀 再说了混沌海洋 那是广袤无边 小世界哪有那么容易寻找 你就给我寻找买家也行 只要找到能拿出 这么多小世界的人 好处我不会少你的 淡淡一笑 聂云手腕一翻 桌上已经落下了数十枚 高级元气大刀斧 虽然这种级别的元气大刀斧 对半部主宰 中三重强者帮助不大 却可以用来交换东西呀 作为钱财 无往不利 好 我帮你打听一下 看到对方随手拿出 这么多元气大刀斧 中年人也愣 随即一咬牙 不要肆意宣传 我只想知道谁能付得起 要是能拿出这么多小世界 我可以直接与之交换 聂云交代了 要说谁能拿出这么多小世界 我倒是知道一个人 他应该能够拿出来 不过此人不太好相处 和他谈价钱 我怕麻烦不少 中年人犹豫一下 想起一个人 他说了 哦 麻烦不少 我这个人就不怕麻烦 他是谁 介绍给我 认识一下 听到有这样的人了 聂云眼睛亮 他笑了起来 他沾舍的麻烦还少吗 就这个 他还真就不怕 那位 就是段义 一看眼前这位少年如此之拙 中年人不再多说了 生怕声音被别人给听到 他悄悄传音了 顺着他所指的方向看了过去 只见一个双眉乌黑的中年人 端坐在原地 双眼违背 你也看不出喜怒哀乐来 不过呀 从周围没有人和他交谈 交易就能看出来 此人的确不好相遇 大三重境界的人 看了一眼 聂云轻轻一笑 这个人正是房间里为数不多 半步主宰大三重境界的强者 而且还是大三重巅峰 领悟两千九百九十九条大刀 这种人和前血皇帝实力相放 就算在这个三界城都算得上是顶尖的了 你怎么确定他有足够的小世界呢 聂云并未着急走过去 与这交换 而是问了一句 眼前这个中年人敢如此确定 必然有七笔油啊 聂云可不相信 平白无故 这样回答 我 周年人犹豫了一下 不敢多说了 似乎生怕被对方抓住什么 在万劫不复了 放心吧 你我谈话已经被封锁住了 除了主宰强者亲自出手 没有人能够听得到 聂云淡淡说了一句 那好 听到眼前此人如此自信 周年人犹豫了一下 他点了点头说了 这位段义 当年人称嗜血狂博 是绝杀大世界有名的大恶之人 他修炼的功法是一种嗜血的邪功 当年 在绝杀大世界杀了太多人了 被诸多强者联合追杀 但还是被他逃了出去 之后再不敢回到 绝杀大世界了 畅游混沌 四处灭杀小世界 只要被他遇到的小世界 要不了几天 都会变成无人的荒地 在外游荡了数亿年 突然重新回到了绝杀大世界 把当年追杀他的仇人一个一个击杀了 实力更是达到了半部主宰大三重的境界 距离主宰也只有那么一线之隔 正因为如此 我才觉得他肯定有足够的小世界 中年人小声说了 嗜血的邪功 厉害 他这样肆无忌惮乱杀 难道绝杀王不管 念云七怪问了一句 绝杀大世界作为绝杀王的领地 出现如此凶悍的人物 封王强者 怎么不去管呢 封王强者 很少管世界中的事 再说了 绝杀王 也天生喜欢杀戮 否则也不可能成为绝杀了 听说 当年他之所以成为封王强者 就是靠杀出来的 杀天杀地 杀父杀母杀亲友杀其杀子 天底下没有他不杀的 这才正道成为至尊强者 所以 对于他来说 肯定 还是比较喜欢这位段毅的 据说 说到这中年人犹豫了一下 他再次左右看了一圈 小声说了 当年段毅 能从其他人围剿中逃走 实际上 就是绝杀王的手段 要不然 这么多强者联合围堵 他的实力 也没有现在这么厉害 你想啊 怎么可能成功的逃走呢 哦 念云没想到 绝杀王居然还有如此辉煌的战绩 他点了点头 也没插话 这个段毅杀了这么多年 身上肯定有不少宝贝 只是他不愿意交换 别人呢 也没有人敢问罢了 中年人接着说了 嗯 知道这家伙是三界有名的凶人 自然没有人敢去 触碰眉头 难怪他周围没什么人了 看来凶名赫赫的 也十分重要啊 对了 朋友 你叫什么名字 中年人一看眼前 这位少年连段毅都不知道 心中他感到奇怪 忍不住问了一句 只要是活了数亿年的老怪物 没有人不知道眼前此人 怎么这个家伙 就好像从来没见过一样 哦 我叫聂云 聂云说了 他的名字也不是什么秘密 也没有什么可以瞒的 聂云 这个名字我怎么听起来 这么熟悉呢 中年人愣在原地 眉毛皱在一起 片刻之后的眼睛一下瞪圆了 差点掉在地上 你是邪悦至尊于那个从前血皇帝手中 抢走前血龙印的聂云 哦 聂云没想到他名气还这么大 这人已经知道了 他微微错愕 真的是你 中年人全身一个哆嗦 随即他苦笑 难怪你不怕的 你连前血皇帝都敢对抗 你别说他了 你也是邪悦至尊于的 一看对方说的这么详细 聂云忍不住问了 我不是邪悦至尊于的 而是混沌至尊于的 中年人摇头了 哦 那你怎么知道我的 聂云更奇怪了 他在前血皇城大闹 让前血皇帝颜面大怂 虽然事情很大 但是邪悦至尊于 知道也就罢了 他可不相信 能消息都传到了混沌至尊于了 让其他人都如此清楚 一听到自己的名字 就骇然变色 你难道没看百强图 这次轮到中年人奇怪了 百强图那是什么 就是这个 中年人就好像看怪物一样 看着聂云 手腕一翻 一本书籍出现的面前 伸手接过书籍 聂云翻开一看 当时就愣住了 这个百强图 是三界成强者总结的 记录了三界还活着的最强者 只要在这上面有名的 那都是超级强者 不过这上面的只有名字和事迹 并无头像 否则呀 我肯定早就知道是你了 中年人解释了一句 不理会他的解释 聂云不停地翻阅眼前的书籍 这个书籍不知是谁制定出来的 上面密密麻麻 写满了强者的信息和事迹 果然 在第九十几位 找到了自己 聂云 实力不详 单强匹马 闯入邪悦至尊于浅血皇宫 从半步驻在大三重浅血皇帝手中 抢走浅血龙印 大闹神之一计 将福江王子 驯化成侍从 击杀暗霄 金英等人 上面是自己的名字 下面是一行详细的自己 条条框框 记录的非常详细 其中包括击杀 独孤艳军 浅血皇城四大强者 颇为详细 当然 和别人一笔 他的事迹呀 还算是极少的 其他人都是成名多年的老怪物 每一个都是用辉煌的战绩 往往一个人就要记录数十页 事迹后面就是评价 只有一句话 有进攻性的主宰神兵 综合排名第九十四位 看到这个评价了 念云暗暗 为这个百强图的组织感到惊讶 他施展主宰神兵之后 基本知道这件事都死了 甚至尸体都没剩下 唯一知情人恐怕就是浅血皇帝 这种事情 这个百强图上居然有记载 不得一不说 他们的情报组织简直强大的可怕了 不过 他这种实力只能排到第九十四位 让他禁不住对排在前面的人 兴趣更大 随手向前翻去 第九十三名 红天 混沌至尊域强者 为混沌海洋超级神兽 红灵鸟 飞行速度无敌 自身陵雨 炼化而成的兵器 虽然比不上主宰神兵 却也相差不大 两千九百九十九条大盗强者 曾孤身一人杀入混沌至尊域 三大宗门之一的鬼御宗 第八十七名 杜念 灵魂力极强 石海已经形成会见 第六十六名 等等等等 百强图上详细写着每一位强者的特点 断义 居然是六十三名 这个排名够高的 随手翻着居然眼睛 落在一个熟悉的名字上 正是刚才说的断义 这个名字啊 在第六十三位 很明显 比他的九十四名强大太多了 断义 人称嗜血黄魔 绝杀至尊域强者 两千九百九十九条大头 下面详细记述了此人的生平 仔细看了一遍 聂云感慨 单从这上面看 此人的经历 比起之前听说的更加精彩 我断义的看完了 聂云继续啊 向前翻 翻了一会儿 他突然愣住了 这里怎么会有主宰级别强者 他眼睛锁落之处 一个熟悉的名字出现 三个大字 修由先 消遥先那是主宰级别强者 怎么会在这个摆墙图上呢 三界战场不同其他地方 主宰强者也会出现 当然会有他们的名字 中年人在旁边解释了一句 聂云继续看向消遥先 消遥先的事迹记录的并不多 其实也不用记录 只要注明是主宰强者 任何人都知道实力了 一个单独的主宰二字 就会让所有人忌惮 消遥先的评语 比他的更简单 也是一句话 巴克森 视酒如病 逍遥不及 看完逍遥先的描述啊 聂云继续向前看去 突然脸色一下子变得凝重无比 瞳孔 收缩 只见眼前的书籍上 写着四个大字 前血老祖 前血老祖 前血皇朝皇帝的父亲 主宰级别强者 拥有防御 进攻 灵魂防御 主宰身边 上面只有这样一句话 多的介绍没有 但是聂云心中却陡然生出浓浓的压力来了 他和前血皇帝的恩怨已经是不共戴天 现在陡然看到前血皇朝 果然有一位主宰级别老祖 说没有压力 那真是假的 而且这位老祖还有防御 进攻 灵魂防御三件主宰身边 简直没有丝毫缺点 这要遇上 只能啊 有多远 跑多远 先不去想了 或许这个老祖 正在闭关修炼 要不然在前血皇城 闹出这么大动静 怎么没来找我呢 脑海会见一动 立刻把各种负面情绪给斩断 虽然这个前血老祖是主宰级别强者 但他未必会来到三阶战场 要不是闭关或者是失去联系的话 对方肯定早就找到自己了 怎么允许抢走前血龙印的人 如此逍遥快乐啊 再说了 兵来将党水来吐烟 担忧太多 也没有任何意义 有了这位前血老祖的压力 聂云再无继续看下去的兴趣 随手把书籍一盒 看向眼前的中年人 这本书什么价格 卖给我吧 这本书籍 对他来说有很大的用种 能够随时知道强者的讯息 这本书我不能卖 中年人话才说了一半 六七盲说了 这书其实不算特别珍贵 想要买 这里就有卖的 每一本是一百枚高级元气大道夫 或者一枚主宰福音 能够出钱购买的 的确都不是珍贵之物 年云点了点头 随手把书啊 归还给了对方 虽然一枚主宰福音价格有点离谱 但是能够用钱衡量的 都是有价之物 算不上贵州了 向他拿出混沌王石 就是再多元气大道夫 都无法买到的 其实 这书啊 是一件特殊的法宝 上面的名次是可以动的 就好像你的排名 在第九十四位 但是一旦你战胜了 九十三位的强者 会自动升上去 任何持有这个书籍的人 都会看到 而且上面 还会有这次战斗的记录 周年人接过书籍 收入怀中了 他连忙说了 眼前这个人能排在百强榜 第九十四位 实力远非他能够比你的 无论态度 还是说话方式 都和刚才不太一样 小心了许多 啊 这书在哪买呀 这书能让他随时掌控 强者信息十分重要 再说一百枚高级元气大道夫 也并不贵 就门前站着那位 墨渠大神 周年人连忙一指 好 聂云站起身来 直接向这位墨渠就走了过去 刚才来的时候啊 他就看出了对方的修为 和自己相差无几 也是半部主宰 大三重强者 墨渠大人 这位聂云大神 想要购买一本百强图 周年人急忙走在前面 来到了墨渠的跟前 小心翼翼说了 聂云 第九十四位的聂云 墨渠一愣 这才把注意力集中在聂云身上 正是在下 聂云点头了 百强榜上的人 拥有免费获得百强图的资格 这本给你 另外 我们家阁主 想要见见大人 不知聂云大人 是否可以赏脸 墨渠的态度立刻转变下来 言语中带着恭敬的味道 能在百强图上排名 说明实力已经站在三界最巅峰 即便是他 也不敢放肆 你们阁主 念语没想到 还有如此的优待 接过百强图 奇怪的看了过去 他又不认识对方的阁主 要见自己什么意思 大人武王 我们阁主 只是想见一下 百强图上的强者 亲自核实一下实力 能更好地确定名字 并无其他意思 见他的态度 默取之道 肯定误会了什么 连忙给解释了一下 哦 原来如此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不过不知何时 阁主有空啊 这位阁主 能够弄出如此厉害的 百强图来 恐怕实力 比自己是指强不弱 能够见识一番 也是好事 这次交流会结束 我就带大人前往 还请大人 安心参加交流会 默取又说了 嗯 那好 听到交流会结束之后才去 聂云算是松了一口气 我这百强图收入 纳不失接 再一次啊 向里面走去 这次没回自己的位置 而是直接向着 段一走过去了 其他人看到他向 段一走过去了 全都愣了一下 露出了幸灾乐祸的标情 段一的脾气性格 大部分人全都知道 过去找他交易 简直就是找刺激 当然 这也是因为他们不知道 眼前这位少年是聂云的员工 如果知道同为百强榜上的人 应该不会有这种心思 哗啦一下 来到段一跟前 聂云直接就坐了下来 滚 段一眼皮子都没睁开 只是冷哼一声 非常冰冷 这么快就张伯棍 太没礼貌了吧 对于对方的威胁 聂云懒得了一回 他轻轻一笑 什么 说段一大人不礼貌 这人疯了吗 看着年龄 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恐怕还没弄清楚眼前这人是谁呢 周围的众人在聂云来到段一跟前 就集中了注意力 此时听到这话 全都冷笑不已 这人也真够傻瓜的 敢和段一这个嗜血狂魔这样说话 难道 他是想死不成吗 嗯 段一啊 显然也没想到有人敢和他这么说话 眼睛陡然睁开是寒芒射出 带着一股无形的压力 既然来了 肯定是想交换东西 这样将人赶出去 还怎么换呢 对于身上的压力 聂云直接选择 无视了 脸上露出了懒洋洋的表情 有意思 见他的压力 对眼前这个少年没用 段一也知道了 死人实力不简单呢 他的眼睛完全睁开了 你想交换什么 你有什么 段一大人竟然跟他交换 哎呀 这怎么回事啊 难不成这小子有特殊魅力 二人的交锋 只在短暂的瞬间 其他人根本不知道段一已经呢 认可了眼前少年的实力 还以为眼前这个嗜血狂魔 已经改变性格了 我想交换你手中的小世界 级别越高越好 最好是一级世界 聂云知道自己 不着痕迹的划去了对方的压力 对方已经知道手段了 也不这样 直接开口说了 小世界 这东西我有的是 就看你给什么价格了 段一本以为对方专门找过来 会狮子大开口 没想到只要一些小世界 他真是微微错愕了 这个东西要按照道理 对他们这种级别的强者用处不大了 三级世界 每一个 一万枚高级 元气大道夫 一级世界 百万枚 高级元气大道夫 叶云直接开口了 他说的这个价格比正常报价要贵不少 不过对他来说 钱不是问题 只要对方有足够的东西 三级世界 胃口不小 这东西元气大道夫买不到 如果没有其他东西 那就算了 段一百了百首 虽然承认此人呢 实力很高 但他也不害怕对方 交易讲究双方愿意 对方的元气大道夫对的作用不大 要再多有用吗 没用 所以兴趣不大 元气大道夫买不到 那么这东西怎么样 手指一弹 混沌王石 再次出现在掌心 聂云已抬头 看向对方 嘴角 缓缓地扬起来了 混沌王石 断意 拳头一捏 眼中傻过一道诡异之色 看向聂云眼珠子不停转动 不知道想些什么 不错 三级世界 五百个 或者是一级世界五个 一枚混沌王石 聂云淡淡说了 给对方刚才加价 对方不领情 他也直接就加价了 反正混沌王石这个东西 你别说他呀 就算是主宰强者 都不好获得 对于这种无价之宝 要什么价格都比较合适 再说漫天要价就地还钱 又不是就这个价格成交啊 贵了 断意摆了摆手 眼睛却直勾勾盯住 眼前的混沌王石 贵不贵我不知道 但是用混沌王石 换小世界的 恐怕就我一个 你可以考虑 考虑好了 再回答我 见自己该说的说完了 聂云站起身来 手腕一翻 王石回到纳乌世界 周围被封锁的空间 再次流动起来 周围看热闹的众人呢 并未看到他要交易什么 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 不过看样子 肯定是完成了交易了 能和断意交易 这小年真不简单 到底是谁呀 打听出来了吗 不清楚 这个容貌和灵魂气息 从来没见过呀 你看 聂云封锁空间了 片刻之后站起身来 周人知道 双方肯定完成了某种交易 至于具体是什么 他们看不到 自然也就不知道 哎 别忙着走啊 断意没想着 这少年说走就走 擅长交易手段 眼光已寒 最后思索了一下 还是站起身来 混沌王石 那是珍惜无比呀 得到者全都仔细珍藏 没人愿意出售 你更别说 只交换一些 没有太大用处的小世界了 对于他的呼喊 聂云懒得了一回 几步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坐下来 闭目调整 云已经上钩了 就不需要花费什么心思了 对方愿意换呢 他就换 不愿意换呢 就不换 主动全掌握在自己手里 硬改上去 只会坐地起家 反而不美了 这家伙搞什么呢 他这么做 就不怕被断衣打死吧 其他人看到他这副举动 全都愣了 一个个面面相许 和别人交易 这样做倒也罢了 对方可是嗜血黄魔呀 那可是绝杀大世界 有名的杀神 跟此人做出这种举动来 这不是找死是什么呢 不过他们惊讶的还没结束呢 更让人惊讶的事情又发生了 只见这位绝杀大世界的杀神 非但没生气 反而站起身来 踏步走了过来 脸上带着和煦的笑意 仿佛啊 对对方无理的举动 一点没在意 价格咱们可以再商量啊 他几步来到聂云跟前 断义再无之前高傲的模样了 对方说的对呀 混沌王师虽然有价格 但是愿意拿出来交换 并且只交换一些小世界的人 并不多呀 至少以前从未见到过 一口价就这个 如果不愿意 那咱们就算了 聂云深色淡然 别这么着急说话 咱们可以再商议一下吗 来到跟前的段义手掌 随手就搭在了聂云肩膀上 他淡淡笑了 伴随着他的话语 一道凶悍的精神力 瞬间沿着肩膀 涌入聂云的身体 这家伙要说呀 果然够狠了 三界城不允许随便动手 他直接打算用灵魂攻击对方 让对方知难而退 乖乖的交出混沌王室 这种灵魂攻击呀 以他的手掌为媒介 外界没有露出 丝毫的能量波动 即便别人看到了 也以为是正常交谈 不会怀疑 其他地方去 看到他的动作 聂云淡淡一笑也不多 任由对方灵魂出入身躯 和他斗灵魂 玩呢 只要他没达到主宰级别 非但没有丝毫用处 还只会自取其辱 轰隆一下 眼中闪过一道很辣 断义凶猛的灵魂 那是长驱之入啊 眨眼功夫来到聂云的尸海 他想要破坏他的生机 不过一进来 立刻像是进入了望阳大海 半个人影都没找到 来了 正在他疑惑的时候 一个人影凭空出现 手掌轻轻向前一伸 断义 顿时感到全身像是被禁锢住一样 他动弹不得了 你 直到此刻 他得知道 对方的灵魂强大至极啊 远非 他可以逼你的 两者根本就不是一个同层次啊 我怎么了 你身上一共有多少小世界 分别都是几级呢 一声清横涅云灵魂力量 眨眼功夫 就把他给裹住了 让他动弹不得 同时 带着强烈的蛊惑之意 让人失去抵抗 是昏昏月睡 既然对方先出手 他自然不会受乱 在这里虽然不能动手杀人 让多乙方短时间内屈服 交出东西来 那倒是非常简单 你 段玉本想制住对方 没想到 反被对方给制住了 脸色变得非常难看 想要反驳却发现身体僵直 在对方庞大的灵魂压迫之下 这灵魂随时都会崩塌 说吧 并且交出小世界 我可以不杀你 要不然 让你变成傻子 非常简单 强大的灵魂就如同天地碾压呀 段玉想要反抗 才觉得根本就反抗不了 修为达到这种级别灵魂坚定 想要彻底蛊惑很难 但抹除 或者是抹杀灵魂 让他变成白痴 那非常简单 我这身上一共 只有两枚三级世界 二级世界 一级世界 并没有 段玉咬牙说了 两枚三级世界 本以为对方是条大鱼呢 没想到 没有想象的这么多 精神一动 把对方的灵魂看了一遍 念云顿时就知道 对方并没有撒谎 当初段玉逃窜的时候 实力也没有现在这么强 能够破灭小世界 也不会特别高级 再说 被他的邪功吞噬的小世界 大部分都被摧毁了 留下来的不强 所以外人看来 他有不少小世界 实际上他没有 把这两个小世界给我吧 念云吩咐一声 是 段玉可不敢反驳呀 念云随即就感到 两个被封印的小世界 落入掌心了 精神一动 把这两个世界彻底变化 融入到那国世界 念云的精神静静锁住 对方再次看过去 你可知道 谁有小世界 最好是一级的 对方没有足够的小世界 居然还想抢他的混沌王室 让念云心中极为不爽 一级小世界 谁有我不知道 不过三界战场 有这种地方 段玉可不敢隐瞒了 他连忙说了 哦 三界战场有什么意思 念云一愣 三界战场是三大蜂王强者 联手铸造的 其中有很多秘境 其实都是小世界 这些世界虽然不大 但是空间坚固 发色凝视 要论起来 绝对比得上一级世界 段玉连忙说了 很好 过一会儿跟我走吧 进了三界战场 给我带路 念云懒得和对方废话 精神一动 会见浮现出来 对眼前的段玉是 灵空就斩了过去 哗啦一下 会见灵空 眨眼功夫 段玉 一半的灵魂 就被斩了下来 向着涅云飘浮 被他脸化 你乖乖的听话 这些灵魂 我会还给你 让你还有机会 冲击更高的层次 不听话 直接将这些灵魂磨灭 让你神魂俱损 直接死亡 念云淡淡说了 把对方灵魂 给切切一半来 留在石海 这和灵魂献祭相差无几 只要对方敢生出 背叛之意 可以把他 直接灭杀 是 灵魂被 切掉一半 断意实力大作 本以为对方 是块肥肉 没想到自己 变成别人的口中师了 按照他自己的实力 对方就算 有如此灵魂 他要想逃 也必然能够逃走 不然当初也不可能 从这么多强者 围攻之下 逃出升天 可是对方的 伴猪吃虎啊 一开始就没拿出 如此强大的灵魂力量 反而拿出了 混沌王石 又敌深入 让他心生贪婪 结果就变成这样了 搜 炼化对方一半灵魂 念云把断意 胜起的灵魂 又翻回去了 呼 吐出一口气 断意重新掌控身体 他冷冷看向眼前的少年 虽然 心中是怒火中烧 可是 他却没有 丝毫办法 办法 回去吧 别在这里 碍眼 灵魂争斗都结束了 念云 回归了本尊 随意摆了摆手 像是驱赶一个苍蝇 断意灵魂受损 脸色惨白 性命掌握在别人手里 只能就此作罢 转身回去 本以为手到擒来的小人物 结果呢 却是偷鸡不成十八米呀 房间内光看到这一幕的众人 全都呆地发愣了 使劲揉着眼睛 堂堂嗜血狂魔赶过来做交易 怎么还像赶仓令一样给撵走了 这不会是真的吧 不过 这些人能修炼到半部主宰中三重的境界 没有一个是傻子 看到断意脸色就知道了 刚才二人肯定有了某种交锋了 而且这断意还吃了个大亏 能让断意吃大亏 聂云在众人心目当中的地位呢 是迅速提升 眨眼功夫就超过了断意 一个个面面相去 不敢多说了 感谢大家能来参加交流会 这次交流会 由我主持 就在整个房间的气氛 有些尴尬的时候 一个笑声响起来 随即一个高大的人影 坐在了桌子的主位上 是天一阁的副阁主 玉勇 他是半部主宰大三重的强者 虽然摆强图没有他的名字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 不是他实力不够 而是作为天一阁的人 不能把自己的名字弄上去 他来主持交流会 这下应该没有人敢惹事了吧 看到此人了 各种意愿交流 看来众人都认识眼前此人 甚至对他的实力也有耳闻 交流会开始 请各位都拿出想要交流的物品吧 这样大家也都能一目了然了 相互警驾 玉勇环顾一周说了 既然是交流会嘛 首先要坦诚的把各种交流的物资拿出来 否则如何进行交换呢 好 有了强者作真了 众人也不担心 宝物拿出来 被人寄予 一个个把打算交换的东西 都给取了出来 我就来个抛砖引玉 我这个东西叫做 圆 是一种上古生命 虽然实力不算太强 身上的力量却是无穷无尽 只要放在身上 能保证体内元气永不枯竭 无穷无尽 一个老者 当先取出一个小乌龟一样的身手 放在了桌子上 这背上的挥甲隐隐约约 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纹路 让人炫目 竟然是圆 还真有这种上古生命啊 你听说过这东西 那当然 这东西 我也是在一个上古书籍中看到的 据说这种圆 一出生 就领悟了元气大道 能够无穷无尽的 沟通元气海洋 源源不断提供力量 有这个东西在手 就不愁力量枯竭了 而且 挥甲上的符文 可以让人里无元气大道 十分珍贵啊 看到当先的老者一出手 拿出了如此奇特的生命 众人一个个眼睛都亮了 这种混沌特殊生命 数量十分极少 整个混沌海洋 你都找不到几头 此时见到他了 绝对是大开眼界 徐安大人的源 果然是夺人先生 不过我的宝贝 也不遑多让 这株 玲珑贵树 连接天地 能够吞噬 风印中的力量 结出各种果实 每一枚果实 都能让人 元气恢复 力量重盈 人群当中又一个人 笑了起来 手掌一摊 一株不大的桂树 在掌心盘旋 看到这株桂树 众人同时惊讶 这个东西和元要比起来 是各胜圈圆 谁也说不出到底谁能获胜 那都是震慑诸天的宝物 就连聂云看到这东西 他心中都移动了 暗暗惊起 这些家伙 不会是活了多年的老怪物 手中的宝物 还真够多的 有了二人的开头 众人拿出的宝贝 可谓是争取斗胜 每一个 都有着独特的能力 这种东西 就算是你有钱 你未必能够买得来 这位朋友 就剩你了 你有什么东西 和大家伙交换吗 很快众人都把宝物 取了出来 只剩下聂云一个人了 玉勇看了过来 笑着问 别人不知道聂云的身份 他已经听莫渠介绍过了 百强榜上的强者 并且刚刚啊 还让段一吃亏的人物 到底他能拿出什么样的宝物呢 也是他有所期待的 哦 我没有你们这么多的宝贝 只有这个 他手指一弹 刚才这一枚混沌王石再次出现 散发出强大的威力 混沌王石 你竟然拿混沌王石出来交换 真的假的 你说吧 开什么价格 只要我能做到 必然全力以赴 看到拿出混沌王石来了 大厅内所有人沸腾起来了 前面众人的东西虽然是真机 但是和混沌王石要一比 完全就不是同一个概念 这才是真正的大手柄 众人眼睛顿时火热起来 混沌王石 不光其他人 就连主持会议的御勇 也全都不由自主钻进 他神情紧张地问了 不知道你打算交换什么东西 被炼化的一级大世界 聂云淡淡说了 一级大世界 听到用混沌王石换 这个所有人可都愣了 二级世界我倒是有几个 不过也都不在身上 这一级世界嘛 用混沌王石换取一级世界 早知道有这种事情 我就多炼化几枚了 可惜呀 这次机会就这么错失了 听到聂云的要求 众人先都愣 随即哗然 一级世界和混沌王石比 自然是后者更加珍贵稀有了 这位朋友 我有一枚一级大世界 不知你有没有兴趣 之前拿出源的这个 许安大人手掌一番 一个大世界和气泡一样 正在掌心旋转 精神像笔蔓延 可以看到辽阔无比 空间法则也十分坚固 果然是一级大世界 一枚一级大世界 就像换取混沌王石 许安 你未免也太小戏了 朋友 我这里有三枚一级大世界 你如果愿意 我可以全部给你 又一个老者笑起来了 手指一点 三个气泡悬浮空中 这个人刚才介绍宝物的时候 聂云注意他了 他叫何叔 是混沌至尊欲的强者 已然达到了 半部主宰大三重的境界 实力比起断义 不差态度 绝对是人群中实力 最高的几个人之一 见他直接拿出 三个一级世界 许安果然一句话 都说不出来 一级世界他只有一个 对方一口气拿出三个来 单单就这点 那就不是他能够逼你的 何叔 你先别忙得得意 一级世界 我虽然没有 但是我师兄 却有五个之多 这位朋友 你稍等 我现在就让他送过来 何叔的话还没说完呢 又一个人站起来 此人也是半部主宰 大三重的强者 此时竞争的 都是这种实力强者 中三重的人 反而没了争斗的 资格和实力 这个人说完 这个人说完话 十来个呼吸功夫 一个强者就大步走了过来 听到混沌 王师是一脸着急 在哪儿了 五妹一级世界 我都给你带来了 能不能跟我们换呢 此人居然也是半部主宰 大三重强者 虽然没有达到巅峰 但也是气息浑厚 如同浪潮 一看就知道 就这人不是简单决策 他的掌心张开 五枚气泡般的世界 那是静静悬浮 这些大世界 每一个都非常巨大 远超天地六道 一旦要是被炼化之后 在外形上 却可以变得非常非常小 拿在手里头 也丝毫不显得沉重 五个一级小世界 五个一级大世界 还有想和我争的吗 刚才这个人一看 师兄拿来大世界了 他淡淡一笑 眼中满是得意之色 环顾一周 那算了吧 被他一看 其他人全都愣了 经不住摇了摇头啊 每一个都露出了失落之色 虽然很想得到这枚混沌王石 但是资金不够啊 谁也没办法 那好 这位朋友 咱们搅换吧 你看没人竞加了 这个人一脸笑意 正想接过聂云手中的混沌王石 一个淡淡的声音 在房间中响了起来 慢着 我们阁主愿意出 十美一级大世界唤醒 欲勇的声音 在这个时候 响起来了 什么 十美一级大世界 天一阁的阁主 亲自出手了 这个天一阁的阁主 神秘无比 不知道什么实力 但是能弄出 百墙图这种东西 组建手段 他出手了 恐怕这是势在必得了 咱们没希望了 听到玉勇发话了 所有人都愣 随即都摇头了 天一阁的阁主 那是亲自开口 他们虽然自认为实力不弱 却也不敢反驳 既然阁主开出如此高价 我等心悦称呼 刚才还信誓旦旦 想要购买的强者 听到玉勇的话 立刻有些气馁了 无论是武力还是财力 都比不上对方 眼前这个少年 肯定愿意 把混沌王石出售给阁主啊 灭云大人 请随我来 阁主要和你当面交易 你看众人再不敢争抢了 玉勇跟聂云打了个招呼 好 聂云正好也想见见这位阁主 当即也不多说了 紧跟在玉勇的身后 向外走去 哎呀 聂云 他就是聂云哪 百强托 排行第九十四位的聂云 难怪呀 能随手拿出混沌王石 能进入百强图 每一个那可都是超级强者呀 听到玉勇最后的称呼 众人这才知道 这个看起来年纪不大的少女 正是最近名声赫赫的聂云 一个个面面相聚 震惊不已 单枪匹马 闯入钱血皇朝 抢走了钱血龙印的名声 实在太大 大到让所有人都侧目 不过有人震惊也有人哪 有其他的想法 刚才拿出五枚 以及世界的师兄弟 二人对望一眼 各自从对方眼神当中 看到了贪赖 摆墙图上详细写着 这个聂云拥有着主宰神兵 现在又拿出混沌王石 如果能把他杀了 好处之大难以想象 当然 不知道众人是各怀鬼胎 聂云紧跟在玉勇的身后 走过了道道长廊 来到一个安静的庭院 一进入庭院 聂云被一个背影吸引了 看起来并不宽大 却像是禁锢了周围的空间 把所有人的目光 都吸引过去 主宰强者 统统一撮聂云脸色为连 眼前这个人绝对已经达到主宰级别了 好眼力 之前我一直以为 你只是侥幸得到了主宰神兵 真实的实力不足以进入百强吧 定了你个94年 觉得有时偏颇 现在看来果然有时偏颇 只不过是将你的灵色定的有些低了 单单是主宰级别的灵魂 主宰之下 就很少有人能够战胜了 任颖仿佛听到了聂云的话 笑着转过身来 真是一个面容和善的中年人 虽然是主宰强者 却没有刻意透露出他的威严 就好像是林家的大叔一样 眉宇之间还带着淡淡的笑意 见过主宰 聂云知道对方是故意 没有流露出为压赖 并非实力不济 不敢壮大 他连忙已攻胜 叫我神君吧 中年人 神君笑着说 神君主宰 聂云想了一下 之前看到的百强图 这个名字果然没有 看来所谓的百强图 也不详实 还是有很多人 没在这上面 嗯 我的意思 想必玉勇已经告诉你了 神君说了一句话 是 聂云点头了 和主宰交易 虽然知道对方故意身份 不可能耍赖 依旧感到浓浓的压力 放心吧 既然是交易 自然会按照说的做 不过你稍等一会儿 十枚一级大世界 即便是我 也不是随手 也不是随手就能拿得出来的 神君笑着说了 好 聂云是深以为然 一级大世界那是仅次于 至尊于这样的王级世界 其中最强者恐怕 比起自己都丝毫不弱 找到十枚如此大的世界 并且讲之恋话 那么主宰强者 也不太容易 反正 闲来无事 刚好让我看看你的实力和手段吧 神君手掌轻轻一滑 聂云顿时赶到小院的环境边 仿佛瞬间置身在另外一个世界 二人站在微恶的山峰之上 对面站立 那好吧 我可就不客气了 一看对方想要试试他的手段和实力 聂云也知道 这是试探主宰实力的最好的机会 当下也不拒绝一声长效 主宰神兵长剑已经出现在了掌心 手腕一抖 庞大的灵魂夹在长剑之上 辉煌的剑气比直向 神君就刺了过来 神君布置出来的小石剑 在强大的剑气面前的是层层嘴叠 一道道波纹是向前推进 眨眼功夫来到面前了 很不错 神君脸色没变 也不拿出兵器 手指猛的向前 点了过来 一道旋转的力量 波动扫过去 强大的剑意啊 眨眼功夫消失了 震动的空间 恢复了平静 登登登登登登登 聂云连续后退了七八步 眼睛都瞪圆了 他可以清晰的感受到 刚才对方的力量很明显收缩了 要不然就这一下 就要受到极其严重的伤害 这 这难道就是主宰强者的实力 这太强大了 本以为 他拥有了主宰灵魂 主宰神兵 就算是主宰级别强者 也能一战 现在一看 差得远哪 两者根本就不是一个档子 你的攻击很厉害 我知道这不是你的最强绝招 动手吧 用你最强的战斗力 放心 不用怕伤到我 见他惊讶的表情 神君淡淡一笑 好 聂云眼神凝重 刚才他这招只是试探试探 必须不是最强的攻击 听到这话 知道不拿出来 真本事 肯定无法给对方造成伤害 深吸一口气 长剑在空中 刺出一个剑花了 瞬间就形成了一道洁白的光芒 连跃剑 连跃剑他已经很久没施展 并不是这套剑法跟不上他的实力 而是没有他值得出手的 轰隆隆隆隆隆一声响 尖锐的剑芒那是凝聚成一点 陡然就炸开 宛如一个世界爆炸了 混沌海洋沸腾了 比刚才的空气力呢 是增大了好几倍 厉害 神军眼中也露出惊讶之色了 似乎没想到一个半步主宰强者 能够释放出如此强大的绝招 虽然惊讶 但是他没后退 变指为掌 向前退了过去 哗啦一下 强大的力量沸腾 掌心和剑尖的原点 接触 聂云顿时感到一股凶猛的力量 沿着剑身传递 再次 没有空置住 笔之道飞是鲜血狂喷的 呼 天课之后聂云停了下来 他重新又飞回来了 一抱拳 多谢主宰 手下留情 刚才他用出了全部势力 依旧感受到对方意量 深不可测 可以预见吗 对方要不留守的话 可以轻易就把他杀了 难怪 主宰强者有这么大的名气 人人都不敢反抗 果然可怕 经过这两下交手 聂云可知道了 就算他的实力再增加十倍百倍 恐怕都无法战胜对方 两者生命层次不一样 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 你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 看来百强图的名次 你要比我估计的位置还要高 聂云心中震撼 神军心中的震撼不必踏底 他刚才的攻击足足用了五成的力量 堂堂主宰强者用五成力量 对付一个不是主宰的人 这要换做以前 是他不敢想象 神军大臣 我想求你一件事 聂云一抱拳 说吧 摆墙图上的位置 希望暂时 别给我动 聂云 联王说了 哦 不给你动 神军主宰先是一愣 随即明白过来了 他微微一笑 你小子 看来你的野心不小啊 摆墙图上的位置不动 那等于什么 等于半猪之虎 听到这个要求 神军哪里不知道 他在那想什么呢 希望神军主宰应运 好 我就答应你 第九十四名的位置 暂时不动 不过三届战场结束 肯定要变的 神军主宰点头了 多谢主宰 聂云连忙点头 他隐藏实力 就是要度过三届战场 这里的事情一结束 就算是在摆墙图位置上 上升了 那也没有关系 主宰 十个一级大世界到了 二人刚刚说完话 就听到一个声音响起 聂云随即赶到眼前一花 小世界消失了 再次出现在院子里 神军主宰 嗡了一声 依旧站在正前方 他的手掌轻轻一抓 十个璀璨的气泡 出现在他的涨气 就如同晶莹的水晶球 只看了一眼 念云就知道 这些个气泡都是法则坚固 宽阔巨大的一级世界 给 气泡落入掌心 神军主宰 看都没看 手指一弹 笔直向聂云 飞了过来 看他的样子 根本就不怕后者 拿了东西就走 不给他混沌王石 混沌王石 归你了 气泡般的一级大世界 收到体内 念云精神一动 混沌王石 散发出特殊的气息 缓缓向对方飞去 跟主宰强者赖仗 念云还真就没有这个打算 我错 如果你还有这东西 依旧可以和我交换 我用同样的价格 把这混沌王石给收起来 神军主宰 双手 背在身后 他淡淡说了 好 念云虽然现在手里头 还有混沌王石 但不会继续拿出来 这东西影响太大了 拿出一枚来交换 就引起了这么大的轰动 拿出太多 必然引起更多的麻烦 好了 你回去吧 交易完成了 神军主宰摆了摆手 不再理会了 身影缓缓向前走去 仿佛融入了自然 融入了整个三界城 再也寻找不到了 告辞 念云可不敢怠慢啊 他转身走了出去 和神军主宰 接触时间不长 却是受逼不小 知道了主宰强者的可怕 看来以后遇到这种级别的人 还是要转身就逃 主宰 此人身上必然还有其他的混沌王石 不如直接把他留下 聂云离开了 神军主宰身边有一个人影 突兀出现了 他身上是有其他混沌王石 但是想要将其留下 并没这么容易 好了 不要多说了 此人以后的成就 绝不是你能够比拟的 最好烧打他的主意 否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神军主宰淡淡说了 是 这人影对主宰那是深信不疑 听到这话 神色也凝重 他这还是第一次从主宰口中 听到对一位半部主宰 有如此赞扬的 好好招待吧 我有预感 三界战场结束 此人必然会民动天下 主宰挥了挥手 也不多说 身影一晃 已经消失在面前 是 任影再次点头了 聂云可不知道 神军主宰对他的评价 如此之高啊 此时 他正向天一阁居住的地方走去 进入其中 随便要了一个静视 他周围下了静置 这才精神移动 进入纳乌世界 到手这么多一级世界 刚好啊 可以实验一下 融合的情况 先从断翼的三级世界开始吧 首掌一动 从断翼处得到的 两枚三级世界 落入掌心 精神积动 瞬间将之给练花 这种世界 上面已经没有了灵魂印记 变化起来非常容易 融合 手指一弹气泡 缓缓变大了 不停的膨胀 纳乌世界元气激荡不休 宛如沸腾 变大的三级世界 格魔直接破开 强大的世界之力 是缓缓和纳乌世界融合的 三级世界本身比纳乌世界呀 要大不少 不过呢 完全被聂云灵魂控制 并不会产生什么负面的影响 一阵剧烈的轰鸣 两个世界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脑世界一阵剧烈震颤 再次增大了数十倍不止 空间法则是更加坚固 厉害 聂云眼睛都亮了 再次将另外一枚三级世界衍生了过去 融合了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更加简单了 几个呼吸功夫 就完全融合了 纳乌世界更加辽阔 磅礴了 融合一级世界 一级世界算得上是大世界了 其中可以诞生半部主宰级别的强者 取出一枚一级世界 将之联化 缓缓释放为能 有了前两个三级世界做铺垫 很快 这个一级世界 也和纳乌世界完美的融合了 不到半天的时间 十枚一级世界 已经全部融合完毕了 此时的纳乌世界是宽阔无比 时空法则兼顾 即便是它呀 不动用创造者身份和主宰生命 都很难撕裂空间 我的实力再次精进不少 不过只是对空间领悟更加强大 速度更快 那这战斗力增加并不大 纳乌世界发生如此变化 聂云看向自己的实力 片刻功夫分析出来 现在的实力的确增进了不少 但只是速度上 真正的战斗力和之前倒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纳乌丹田毕竟和武道丹田不一样 它能让人战斗力突飞猛进 即便如此 聂云也非常满足 同级别对手 速度增快 实际上就等于战斗力增强 保命的手段更加厉害 即便是战斗不过 也可以轻松逃走 我融合一下 其他丹田试上一试 纳乌世界变化这么大 试一试 能不能将其他的几枚丹田融合了 精神是缓慢沟通 变客之后 约云摇头了 虽然纳乌世界变大了不少 空间法则也是坚固了许多 但是本质上并没有变化 只是发生质的蜕变 这才能顺利融合其他的丹田 那么也就是说 现在的纳乌世界 最多就是大一点的一级世界 只有达到至尊欲的级别 融合其他丹田 才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可以说是轻而易举了 这样看起来 主宰神兵也不可能复制 明白这一点了 聂云试验了一下 发现主宰神兵同样不能复制 不过江宇图 前血龙印这种级别的半部 主宰神兵 却能随意复制 随手复制处和前血龙印 一模一样的兵器 聂云扔在了纳乌世界 万一要遇到危险 这个东西倒是可以移架乱真的 看来要多融合一级世界 量变久了 或许就会引起质变 让纳乌世界蜕变成 堪比至尊欲那样的世界了 融合了十枚一级世界 让它的实力增加了这么多 如果融合更多 会不会让纳乌世界直接就蜕变 真要是蜕变成了至尊欲类似的世界 融合所有丹田 实力呢 又能达到什么境界呢 想想 这也是让人非常期待的 呼 聂云从纳乌丹田飞出来了 随手去掉周围的禁止 把得到的小世界炼化完毕 深情气爽 离开境市 聂云呢 去找古佣几个人了 发现他们还在大盗浮雕前面参悟呢 一个个带着痴迷之色 似乎都获得了极大的好处 想一下 并没有把他们拉回来 正打算让段毅过来 让他绘制出一份三界战场的地图 就看到一个人影飞过来了 聂云大人 我是许安 咱们见过面的 交流会上那个拿出神兽语言的 许安飞了过来 找我何事啊 见他的样子专门飞过来 就是找他的 念人不动声色 直接开口问了 我是想问 大人的混沌王石出售了吗 我有一个朋友 愿意出双倍的价格 许安连忙说了 双倍价格 聂云奇怪的看了过去 之前阁主 出了十枚一级世界的事 他在现场应该清晰看到了 出双倍价格 难道是二十枚一级世界 聂云心中奇怪 强大的精神力轻轻的 就向许安蔓延过去 果然让他看出了一些端倪 这个许安明显 他有点紧张 如果要是正常交易的话 你大不了做不成吧 他这种实力 不应该有紧张 混沌王石 我还有不知在什么地方交易 眼神一动 聂云猜出些什么 并不点破 他呵呵一笑 反正现在闲着 他也是闲着呀 既然有人打算送菜上门 那可没什么好客气的 啊 有就好 你也知道 在三界长交易 有很多麻烦 我这位朋友并未进来 而是在外面的混沌海洋中 不知大人愿不愿意 过去看看 许安联盟问了 好 前面带路 已经猜出对方 不是好心了 但是聂云以高人胆大 也不在乎 他淡淡一笑 那跟我来吧 许安算是松了一口气 得一道欣喜之意一闪而过 当先向着三界城外飞去 聂云就紧跟在后面 精神一动 他沟通了断意 让他尾随而来 自己呢 则是跟了过去 三界城不允许杀戮 这是封王强者和主宰强者 定下来的规矩 没有人敢违背 许安把聂云带出去 非常明显 没打什么好主意 二人以前以后 很快就离开了三界城的范围 顺利进入了混沌海洋 在什么地方 进入混沌海洋了 连续飞行了一会儿 距离三界战场 都有些远了 聂云呢 装作奇怪的问了 啊 就在前面 我这位朋友啊 吵架很多 你也知道三界战场开启 很多高手都在附近 为了防止被人发现 所以啊 在混沌海洋很远的地方 放心吧 马上就到 许安又给解释了 聂云点了点头 也不多说 二人又前进了一会儿 果然看到一个悬浮的虎船 矗立在空中 哎 就是那个了 请 许安连忙说了 好 聂云身体一晃 落在甲板上 甲板上正站着一个 眉毛乌黑的中年人 你也看不出他的年纪 但是体内的力量 却是山岳般威恶 力量惊人 这位就是我说的那位朋友 迷香大臣 许安连忙介绍了 迷香 叶云一愣 这个迷香啊 他在摆墙图上看到过 排名第六十一名 比六十三名的断义 都要勾上一次 你有混沌亡史 迷香转过头来 看向聂云 眼中带着冷漠之意 是 如果想要交换的话 可以先将你们的一级世界 拿出来看看 虽然对方是六十一名 但是聂云可不害怕的 实力晋升这么多 当初就能挫败断义 现在自然不把对方放在眼里 有混沌亡史就好 迷香黑黑一笑 手掌一抓 整个古船立刻释放 除无数禁止 就如同一个罩子 把整个古船全部笼罩在内 干什么 难道想硬抢啊 看到他们的动作 聂云早就有预料 他一声冷笑 乖乖的拿出混沌亡史 我可以放你一条生路 要不然 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迷香眼中满是寒意 就凭你们两个 聂云淡淡一笑 你能让断义吃亏 实力肯定不止 百强图九十四年 不过想要胜过我 恐怕还有些困难 白叔 你怎么知道 就我们两个人呢 迷香眼中满是高傲的自信 他一摆手 甲板是一阵晃动 两个人影从船舱飞了过来 正是之前愿意 用五枚一级视线 和他换取混沌亡史的 师兄弟二人 此时他们眼中带着灼热之意 恨不得直接就冲过来 把聂云身上的宝贝全给抢走 小子 之前将混沌亡史换给我们 就没有这么麻烦了 乖乖的 把这混沌亡史拿出来吧 你能随手拿出一枚交换 我就不相信你只有一枚 有多少枚自己拿出来最好 让我们动手 你今天只能死在这 师兄弟二人黑黑冷笑 混沌亡史我的确 有不止一枚 不过你们想要想 那也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 对方直接都撕破脸皮了 聂云懒得废话 主宰神兵出现了掌心 摆墙图上有明确记载 也懒得隐藏 直接就拿出来了最强的兵器 早就知道你有主宰神兵 但没有用 这东西并非你的特权 我也有一点 迷枪掌心这么一抓 一柄长枪出现了手心 轻轻这么一晃 周围的混沌海洋 就被鸡蛋开来 居然也是一件 主宰神兵 难怪这家伙 能在摆墙图 排在六十一米 竟然也有一件 进攻型的主宰神兵 能在乾血王朝杀尽杀出 让乾血皇帝都无可奈何 你的确有一定的本事 但是你和我比 差得远了 我这件主宰长枪号称流光 速度如同流光 就算你速度再快 也快不过我的枪 乖乖受死吧 迷枪长孝义声哗啦啦一声 想他说话的功夫 师兄弟二人加上许安 纷纷把手中的兵器拿出来 许安手中的兵器 是一件上古神兽的鳞片 风力无皮啊 堪比半步诸在身边 师兄弟二人呢 是一对诡异的钩子 镰刀型的 是寒芒四射 竟然和乾血龙印一样 也是半步主宰级别 小子 别做无谓的挣扎了 我们几个 可能不是你的对手 那是迷乡大人亲自出手 你肯定跑不掉 许安显然对眼前这位迷乡 有着极其盲目的自信 是吗 被众人给围住了 聂云没有丝毫的慌乱 而是露出怜悯之色 看向对方 不错 怎么 怕了 怕的话立刻交出混沌王师 并且说出这些王师是从哪得到的 带我们去寻找 可以饶你不死 要不然 不但会杀了你 还会杀光你之前带来的那些废物 迷乡闻喝一声 杀光我带来的人 既然这样 那你就死吧 听到对方要杀古庸这些人了 聂云眉毛很扬起来 他最恨的就是这种人 脚下这么一动 笔直向前就跨上去了 没有其他动作 前进的脚步 行云流水 充斥着别样的美感 一眨眼功夫 整个人就来到了迷乡跟前 找死 迷乡是面容欲尘的 手中的流光长枪是猛然一阵 宛如一道流星的光芒 笔直就射了过来 直对聂云的眉心 哗啦一下 聂云主宰身兵长剑 向前点出去 枪长剑短 而且聂云还是后出剑 迷乡先行动手 在所有人看来 这个少年那是必死无疑 不过 一道剑盲的是赵小四方 宛如烈日一样 璀璨 这剑盲的速度并不快 那这迷乡流光长枪的速度啊 不知为何变慢了许多 仿佛一下就刺住了岩石 无论怎么动 都无法向前刺出去 主宰即变灵魂 直到这一刻 迷乡终于感到害怕 他的枪之所以不走了 不动了 并非真是刺到了岩石上 也不是有什么敌的 而是被对方的灵魂 死死给束缚住 单凭灵魂能锁住主宰身边 只有一种可能 诸宰即利 这怎么可能 心中震撼 他也是反应快速之人 流光长枪一次不进去 他顿时明白过来 当即他顾不上兵器了 撤手向后飞去 只是他倒退的快 剑盲更快 一道灵力的剑 直接从脖子上就划过去了 你像丝毫疼痛都没感觉到 只觉得生命迅速流逝 尸体依旧向前划行 而头颅呢 已经掉在地上了 一 喉咙里什么话都没发出来 灵魂都没逃走 眼神中满是浓浓的不甘 就因为贪财 手掌这么一抓 流光长枪已经出现了 捏云掌心 精神移动 已然练化 同时一根藤蔓 从他身体不知 什么时候窜了出来 一下就插入了 泥箱的尸体上 几个呼吸过后 变成干尸了 失去了全部力量 你 你 你杀了泥箱 许安几个人呢 正准备要动手呢 看到这一幕全疯了 泥箱是他们当中 实力最强的 结果呢 一招就被秒杀了 连丝毫反抗余地都没有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家伙不是摆强帮 94位吗 怎么摆强帮 六十亿位的强者 不是他的对手 哎哟 板猪赤虎 众人同时想到这个词啊 口中满是苦涩 早知道这家伙 实力如此之强 打死他们 也不敢找他的麻烦 但是现在知道 已经晚了 双方已经接下不死 悲愿的仇恨 再难化解 逃 许安几个人知道啊 迷箱都不是对手 他们自然 那肯定不是对手啊 一个个也是决然 转身就逃 逃得掉嘛 懒得废话 涅云右手 长剑扬起 左手长枪一条 瞬间剑盲枪影 是横贯亿万公里 追上了师兄第二人 不启 不启 正在前行的两个人 连丝毫反抗余地都没有 就被同时斩成两半 紧接着 被两条错大的藤伴 给拉扯住了 瞬间吞噬 嗖 许安一看 涅云的攻击并未 针对自己啊 自己心里头 暗自清醒理下 施展出最快的速度逃船 他没走远 眼前一道黑影闪过 他想躲闪 已经来不及了 不是 整个人被从中间 劈成两半 尸体掉下来 再次被一根藤蔓给吞了 呼 混沌之中断翼走了过来 许安正是被他击杀了 听到聂云的召唤 他就飞过来 灵魂呢 受制对方 你不得不屈服啊 一来到就看到逃走的许安 一见 就把他斩成两段 这是好东西 许安被杀了 聂云从空中这么一抓 一个乌龟模样的神兽 落入掌心 正是那个叫做元的神兽 看来是在交易会上这家伙呀 并未把这东西交换出去 精神一动 元就被收进了纳乌世界 之前有元气丹田提供力量 此时呢 加上元世界 也来吞吐力量的速度更快 呼 再次一抓 而主宰长剑 和流光长枪 收入了身躯 流光和长剑 都是进攻型的主宰神兵 对实力 虽然有增幅 但是却并不大 大人 段翼这个时候飞了过来 脸上满是恭敬 之前他还觉得 被对方给斩断了灵魂 是因为灵魂呢 进入对方体内了 中了计的缘故 内心呢 也多有不甘 现在看到比自己的实力 还强的泥香 被瞬间斩杀了 立刻就被泼了一桶冷水 这个时候 他才真正知道了 对方真要想杀他 绝不会浪费第二招 回去吧 聂鱼淡淡一笑 他正想说话的 突然看到段翼脸色一变 眉梦猛的一跳 怎么了 看到他的样子 聂云脸色凝重 有强者过来了 实力比你还要强 恐怕是主宰强者 段翼连忙说了 嗯 聂云一愣 强大的精神力 随即向周围扫射而去 结果呢 却什么都没发现 他的灵魂已经达到主宰级别了 真有主宰强者的话 绝对能够看得到 如果他真看不到 这个段翼怎么能发现的呢 先藏下来再说 虽然没有发现异常 但是聂云呢 一向是非常小心的 他精神激动 瞬间就把脚下的鼓船给炼花 化作一个小点 消失在空中 同时天心腾舞动 把战场完全打扫干净 这才运转灵魂 把自己和段翼包裹了 融化在混沌海洋中的迷雾里 呼 刚隐藏不久 空间一阵剧烈的震产 一艘古船突兀出现了原地 停在不远处了 看到这艘古船的样子 聂云是瞳孔一缩呀 古船 富力弹簧 带着辉煌的大气 船的甲板上 站着一圈兵士 每一个 都是气势强劲 力量无久 船底上一个巨大的图案 黄缓地旋转 闪烁出金黄色的光芒 耀人眼睛啊 潜血黄室的船 这种速度 看到这个图案 聂云认出来了 正是潜血黄室特有的徽章 如果单单是潜血黄室的古船 不会让他感到害怕 但是此船的速度和力量 超过了半部主宰的力量 明显 这是一位超级强者在驱动 难道 是那位主宰级别的 潜血老祖 心中一动 隐藏在一侧的聂云 悄悄地向船体上观察 果然 看到甲板上站着一位 眉宇严肃的老者 双手背在身后 只是简单的这么站着 却如同高山一般巍峨 潜血黄帝跟在身后 大气都不敢喘 明明这里有战斗的气息 没想到这么快就逃了 这老者双眼如同电蒙 在眼前扫射而过 举手投足间 带着掌控仲天的力量和自信 估计是一些无聊的人 也为什么好处在争夺开来 老祖不用介意 潜血黄帝说了 平时倒也罢了 我刚才明显感到了主宰神兵的气息 本来想抢过来给你使用 现在看来 他们已经逃走了 老者黄顾一周 什么都没发现 摆了摆手 你之前说的那个聂云 这次有没有来三界战场 回禀老祖 之前我得到战场附近的眼线传讯 在三界城看到 他应该已经来了 潜血黄帝说了 说起聂云呢 他的眼中带着浓浓的仇恨呢 那就好 省得我去其他地方再找他了 三界城禁止杀路 这是三大王者立下的规矩 就算是我 也不能违背 到了地方 你小心观察 一旦他离开三界城 就告诉我一声 我会直接讲起斩杀 杀完了 还有正事要做 不能因为一个小人物 耽误太多的事情 潜血老祖脸色没有丝毫变化 似乎斩杀聂云只是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 不知一提 这老祖出手 这小子肯定会被瞬间斩杀 不会耽误太多时间 听这老祖的话 潜血黄帝眼睛都亮了 他连忙点头 主宰强者亲自出手 对付一个非主宰 绝对手到擒来 没有丝毫麻烦 嗯 潜血老祖只是随口一问 说完以白手 就要带着古船继续向前 突然他眉毛一扬 何方消消 敢偷听我们谈话找死 吼声中 手掌猛的向前抓过去 轰隆隆一声响 掌心就如同电蒙闪烁 原本雾气般的海洋 在他这一抓之下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 笔直向正前方笼罩过去 山雨越来风万楼啊 黑云翻墨未遮山 虽然招数没到 这强大的威力已经啊 破碎身重是撕裂唤鱼啊 嗡嗡嗡嗡嗡嗡 就在黑洞马上就要来到某处的时候 虚幻中突然一道枪影射了过来 锋利的刺穿了黑洞 夹带着猛烈的风雨 这枪影就如同孔雀开瓶 击射出无数道光芒 在混沌海洋之中沸腾 这枪影和这黑洞碰撞 发出一连串吹响 很明显 吃了个大亏 两个人影轻轻一晃 从隐藏的地方挤了出来 主宰神兵什么人 前学老祖眉梦一扬 看向眼睛二人 在下弥香 这位是段义 见到主宰大人出现 不敢打扰 便藏了起来 失礼之处 还情海涵 手持长枪的人影 向前一步抱拳说了 弥香 段义 百枪绑排行第六十一六十三的二人 前学老祖想了一下点了点头 正是我们 手持长枪的人影 联邦说了 弥香一死 此人自然不可能是他 这个人正是聂云 他虽然小心翼翼躲藏了 但是主宰强者实在太敏感 依旧被发现了 情急之下 直到无法逃走 直接呀 微变容貌 他就变成了弥香了 他拥有主宰级别灵魂 这样伪装 就算你是主宰 也很难轻易发现破绽 哼 鬼鬼祟祟 把手中的长枪交给我 放你们离开 前学老祖冷唐一声 哎 你也晕眉眉眉一皱 刚才他被挤出来 对方应该已经察觉自己手中的长枪 是个主宰神兵了 明知道 还强行要 未免太过霸道 就算是主宰强者 有时候 也得讲规矩 你这样开口 抢夺 有什么两样 主宰大人 这柄流光 跟随我多年 是我保命的手段 不能轻易送人 还望海涵 念月又说了一句 敢违背我的意思 很好 看来很多年没戳手 别人已经把我忘了 本以为对方啊 听到吩咐会直接把他长枪送上来 前学老祖听到这话脸色一尘可不好看 别反抗 听到对方的样子 聂云知道这位前学老祖已经动了杀机 他心中意涵 急忙给段义传言 同样是主宰强者 这家伙和逍遥先天一阁阁主 神君的气度差的实在太远了 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 段义也知道危险 当机不敢反抗 身体一晃 从原理消失 紧接着 进入到了一个巨大的世界 逃 不段义收进了纳武世界 聂云可不敢停留啊 手臂一扬 枪蒙抖然射出 同时身体急转 笔直向前逃走 与其等着对方出手 还不如自己先出手呢 赶紧跑吧 逃走的方向不是别的地方 正是三阶城 只要进入三阶城了 就算眼前这家伙是主宰 他也不敢轻易动手啊 逃进去就算安全了 不治死活 聂云这一动 前学老祖早就看出他的意图了 冷笑连连猛的一抓 天地破裂 失控旋转 满天的枪影啊 被他盘旋的五根手指给捏得掌心了 立刻消失 非常显然 刚才把聂云从藏身处给逼出来 并不是他的最强势力 此时全力发挥 未能之大事 旷决古今 停下吧 捏碎了枪影 前学老祖再次冷笑一声 他又是一抓 混沌海洋啊 就像是被勺子给挖走的沙队 出现了一大片空穴 聂云还没逃远呢 就被他捏在掌心了 像是被包裹在泥土当中的蚯蚓 无论如何挣扎 都逃脱不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